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境电商背后的案例商机 我今天从杭州,从华东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以后马不停蹄 因为我们马上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香港 我们现在正拎的视野就是在视频的另外一边 是我们Incubrand的叫Kipto的联合创始人 Winston,黄宇宗,黄总 Hello,Winston Hello,你好,你好,米哥 我们是一直听说其人 但是一直没有见过本人 没想到一家刚刚做了1.5亿美金融资的 这么一家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 联合创始人是什么 你是30还是28 30还是28 我31岁了 对对对 我的天哪 我们好惭愧啊 我比你足足大一轮了 我的天哪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啊 首先恭喜1.5亿美金 在中国的 应该甚至是整个亚太的这个金融科技公司里面 好像这个金额算是创了一个比例了 创了一个记录是吧 还不错 对还不错 还不错 很谦虚 Winston还很谦虚 跟大家讲讲你啊 讲讲这个这个 Cipto是怎么来的 因为之前呢 我跟你们另外一个同事 就是那个Lewis和何总 聊了聊了一些 然后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是什么样一个人 会创办Cipto这么一家公司 然后 然后今天我发现 Winston原来那么年轻 对 那我就介绍一下吧 就是我们公司叫乔比道 那其实乔比道之前呢 我们先是想了一个英文名字 就叫Cipto 那Cipto的意思就是Quantitative Capital 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资本 然后我这个那个时候 也要想一个中文名字嘛 那其实就差不多拿一个广东话的一个 怎么说的 铜音 然后我就想 我们其实呢 是作为一个桥梁 那我们主要是把很多 在银行或者是在传统金融机构 拿不到贷款的一些中小企业 然后我们连接到他们去这些投资人 因为有些投资人 他也有找一些有回报的一些产品 但是在市场上可能就只有股票 或者是低息产品就可能只有债券 那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 这些商家也好或者是中小企业 他们也需要得到融资 但是也有很多是有很有这个品质的 这个桥梁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想把这些 是推到一些投资人上面 那我们中间的座椅要桥梁 所以我们就想要不就用桥这个字 然后我们就想桥比道 就是彼此的道路 是这个意思 然后所以就有桥比道 然后我们呢 是16年的时候开始成立的 那我可能不说我自己个人呢 为什么会就是去创办这个公司吧 我是大概是13年的时候大学毕业 然后我是读这个计算机工程 然后我出来第一份工作 我不是做计算机 我反而是做金融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是在香港做了一个金融公司 是一个保理公司 那我那个时候就回去内地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胜利了一个保理公司 在内地 那我们是上海字幕去第一批 拿到这个保理牌照的 然后以前呢 因为我们国家 那个保理啊 只是给银行去做的 然后后来才开放 12年的时候才开放给到这个商业保理 那我们是第一批去拿那个牌照的 我以前的公司 那我那个时候就回到内地 然后到了很多城市 包括北京啊 上海啊等等 河北啊等等 然后我就发现啊 就是做了很多保理啊 国内的保理啊 或者是在香港也有做一些国际保理 然后学了很多这个贸易的国际贸易 或者是国内贸易的一个知识 然后我中间也发现就是很多有趣的东西啊 包括是内地那时候很多网贷的平台出现 然后我在香港 我们就是就是我在香港那么多年 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个网贷的平台啊 或者是支付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内地的这个仓星啊 这个金融转化是非常非常快 这个发展是非常快 那我就在想啊 内地很多做网贷平台 他很多都是做一些个人借贷有关系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也会做一个平台 给到一些啊 中小企业一些贸易公司 其实我们叫贸易融资 其实应该也可以做一个平台出来 给到他们做一些融资 在平台上面做融资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都在做一些研究 然后看到国外 其实有好几家啊 就是在英国啊 美国也有 但是香港呢 其实没有一家类似的平台 但是香港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香港有很多中小企业 然后很多都是做组合贸易 贸易这个这个东西的 然后很多也从银行拿不到贷款 因为香港的银行就受到不同的监管 然后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抵押品 没有房子给它抵押的话 基本上应该很难给到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额度或者总够的额度 那当时香港也有很多 我们知道专业投资者 包括是一些对冲基金啊 一些个人标准值的一些投资人呢 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投资的选择 很多都是股票 然后债券债券 但是这个回报也不是很高啊 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市场呢 地权是也有一个空间 就是中小企业它需要钱 然后投资人也需要找一些另类的 另类的投资产品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平台出来 就连接他们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了这个方案 然后我就给我当时的老板 但是他也没有说是很接纳我这个方案 但是我没有想我马上要做 那时候后来呢 就是我去了一家银行 待了一年多吧 然后刚好也就是通过打篮球 认识我现在的那个搭档 然后他也有类似的想法 然后我们一说啊 大家你有没有看过哪个英国啊 美国的平台啊 然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就是默契在里面啊 那你有听过 因为我也听过 那干嘛我不一起干 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不到两个月吧 我们就已经成立了现在这个公司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两个月 对 两个月成立了公司 对对对 就认识一个多月 我们就开始谈啊 整个公司架构方案 然后怎么找投资人 然后我们两个月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出来 就从第一次见面之后 两个月我们就做了小笔道出来 哇哦 你知道你知道刚刚你的 首先要表扬你一东西啊 你的这个普通话非常的棒啊 比Lewis的好多了啊 不是不是不是还好啊 然后第二个是 我其实这是第一次 我听你们完完整整的讲完 小笔道的整一个创业史 因为之前我跟Lewis更聊了 可能更多聊业务啊 聊用户啊 但其实就像你刚刚所描述的 从保理 就香港作为这么一个庞大的出口 进出口自由港 其实像这个贸易的贸易的保理产品 融资 就像你说的没有抵押产品 是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东西的 然后我更加惊奇的是 你们你们的两个合伙人是打篮球认识 一个月不到就成立一家公司 我的天啊 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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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